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株非常美的蝴蝶兰 这是一株多重杂交的蝴蝶兰 它的两个亲本呢,分别是Sogo Lawrence和Taisin Golden Rose 其中Sogo Lawrence呢,是一株非常受欢迎的蝴蝶兰 是2002年注册的 获过奖,它以花大色艳并且有香味而广受欢迎 和眼前的这株相比呢,Sogo Lawrence的颜色呢偏黄 但是花形、花色很接近 另外一个亲本,Taisin Golden Rose 虽然是叫做金玫瑰 但是呢,它的花色呢,其实呢,更为偏红 和眼前的这株呢,更为接近 这株兰花的两个亲本 Sogo Lawrence和Taisin Golden Rose 它们的亲本呢 都各自有十几种原生蝴蝶兰的基因在里面 而且呢,其中三种最重要的基因呢 都是一样的 分别是Ambuinensis, Venosa和Amabilis 这三种原生蝴蝶兰呢,我全部都种过 其中呢,Amabilis,阿妈蝴蝶兰呢,没有香味 另外两种,Ambuinensis和Venosa 都属于香味非常浓的蝴蝶兰 但是它们的香味呢,并不是我们通常想象的花香 不是像玫瑰啊,或者是茉莉这样的香味 它们的香味呢,很厚重,有甜味 但是我觉着呢,它带一种中药的味道 有一点甜中带苦的感觉 那眼前的这一株呢,味道类似 但是没有那么浓 虽然每个人对香味的感受不同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呢,都会喜欢它的味道 这株蝴蝶兰的另外一个特点呢 在于它的叶子,它的叶色偏红 叶子的背面呢,是紫红色 而且呢,也比较长 而且相对柔软 带着波浪状 那就和某些原生蝴蝶兰呢,有一点接近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很好看的 这株又香又美的蝴蝶兰 眼下呢,我手里有一些 假如你喜欢它,并且想得到它 而且你在多伦多的话 可以和我联系 我会把我的email地址呢 放在视频的说明栏里 好了,谢谢大家